它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仅仅是不经意间的碰触 就能让皮肤红肿疼痛 而现在它就变成了餐桌上的一道菜 这就是羊辣子 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这个羊辣子 是鹤鞭绿刺鹅的幼虫 属于林翅木刺鹅科 别名绿刺鹅 全国都有分布 几乎哪儿都能看见 成虫的体长一般在15到16毫米 一盏一般是体长的两倍到三倍 身体呈绿色 敷衍则是黑褐色的 幼虫是长长的一条 颜色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一开始是黄色的 然后慢慢地转变成了黄绿色 最后变成绿色 很可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 羊辣子的颜色 一般与它们寄生的树颜色相同 同时羊辣子的实性也是非常复杂 会寄生的树相当的广泛 一般会在一般的白辣 死怀 羊树 柳树 这些圆林植物上生长 同时一些经济作物 比如苹果 杏 梨 桃 这一类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羊辣子特别喜欢这些树的叶片 尤其是叶子中间的叶肉下表皮 唯独上表皮它们不会动 这就导致叶子被它们蚕食过后 由于叶肉的缺失 导致上表皮失去营养供给 呈现出黄色的斑块 而羊辣子长大之后 可能会把树母的叶片吃光 导致这些树 不得不在秋季二次发芽 严重地影响树木的生长发育 并随着近年来 城市绿化的发展方向改变 羊辣子逐渐呈现长矩的趋势 经过调查之后 在一些管理不是那么严格的林区里 一旦发现了大量的羊辣子 并且不进入人工介入的话 短期内 这种片树林的叶片 都会被羊辣子蚕食殆尖 光脱脱的树木 会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和景观效应 如果羊辣子再多点 就可能会使枝条 或者是整株的树木直接枯死 而羊辣子也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原因就是他们的小肉刺 有人可能会说 小肉刺有什么可以阴影的 我们接着看 羊辣子是许多人的童年噩梦 尽管他们成年之后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羊辣子在幼重时期 还是让无数人痛恨不已 原因就是 他们平常会在树上栖息 但有时候就会突然从上面掉下来 这吓一跳还算好的 要是掉进衣服里 那事可就大了 它们从头到尾都像是有尖锐石油一样的凸起 这上面就有一些非常小的针 并且是带毒的 看起来奇形怪状 但哪怕是稍微碰一下 那些毒针都会扎到皮肤里面 毒针的尾部呢 也会有细胞分泌毒液 而这些毒液就会经过毛息效应 进入到人体当中 导致毒针碰到的区域会又疼又痒 像火烧一样 并且还不能挠 越挠越痒 并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 可能会变得红肿 甚至长出水泡流浓 人说基本不会危及生命 但被遮了之后 是真的生不如死啊 假如不行被遮了 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是牙膏 这类碱性的溶液来缓解 这是因为它们毒针生成的毒液是酸性的 可以酸碱中和 当然 要是过敏性体质的话 今天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这些毒液可能会引起皮炎或者是过敏 对于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 可能还是会出问题的 而且还可能有一些毒性更强的羊蜡子 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 也是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不过这些毒针对一些没有汗毛孔的皮肤 就显得有点束手无措 比如我们的止度和手背 如果同时被炸 公平反应也会不一样 当然 羊蜡子也不是一直都有毒的 化剪成蝶这个词 想为大家都很熟悉 而一些昆虫也会经历它们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变态 但是蚕蝶蝶子这一类的昆虫 它们成长到一定的时间 就会自行结茧 在茧里面慢慢发育成另一个形态 而羊蜡子在结茧成蛹的时候 就会变得营养丰富 并且失去毒性 甚至还很美味 别看它们在毛毛虫的时候 让人不敢靠近 但当它们结了蛹 就相当于作茧自负了 像是东北一带 一直都有吃羊蜡子的习惯 一粒秋 学生们就自己组成小队 去寻找在树上集涌的羊蜡子 我们之前说过 羊蜡子在全国都有分布 但因为中国地域辽阔 各地气候都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羊蜡子的生长情况也不一样 像是东北这边 羊蜡子一年只繁殖一带 到了河南 这片中原地带 羊蜡子一年会繁殖两带 而再往南 一年繁殖三代 也是很正常的 等再过一段时间 羊蜡子们基本都会破茧成蛾 钻到土里面去过东了 所以在北方 吃羊蜡子的人很少 主要是因为羊蜡子太少 一般的最佳时节 也就是每年的8月份左右 其实吃昆虫 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 像是蚕蛹 蜂蛹 甚至是蚕蛹蛹 在一些地区 就像街头小吃一样常见 而结了蛹的羊蜡子 就像这些蛹一样 鲜甜美味 营养丰富 而当这一小吃被推广开来之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尝试羊蜡子 羊蜡子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现在羊蜡子蛹的价钱 基本在200块钱一斤左右 而且羊蜡子的养殖呢 也很简单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 结咏之后 也只需要简单的做一下处理 就可以端上餐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 对羊蜡子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